当你的主视眼是右眼的时候,我们描球可能会偏向右眼,那么,你的主视眼是左眼时,球杆可能会偏向左眼,所以说,球杆放在下巴的正中间,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。 如何判断自己的主视眼是左眼还是右眼? 最简单的判断主视眼的方法就是,在眼前竖起一根手指,记住双眼睁开时手指的位置,然后分别闭上左眼和右眼,如果闭上右眼手指偏右,而闭上左眼手指偏左,那么你就是双眼主视,如果闭上左眼,手指位置不变,而闭上右眼手指明显偏离原来的位置,说明主视眼是右眼,反之主视眼为左眼。 每个人的主视眼是不同的,而描球时要尽量使主视眼与球杆的位置保持一致,如果你注意观察,许多职业球手会将球杆放在下巴处偏向主视眼的一边,或是将球杆放在下巴的正中,而使主视眼偏向球杆,只有在双眼主视的情况下才使眼症、杆症。 关注小李,每天分享一点抬球知识。